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有一個問題在小朋友發生的時候 那些家長都比較很彷徨 不知道怎樣可以幫助小朋友呢 就是在說急性的耳炎 尤其是中耳炎 一聽到這個名稱 其實都感覺到小朋友都會很痛 大哭大叫 但是急性耳炎一般來說 危險性都不大 不過他們多數都會在晚上發病 一般的診所和醫療系統都會關門的時候 但是父母都聽到小朋友和寶寶大叫大哭的時候 都很困擾 不知道想做到什麼 因為你耳朵裡面怎樣開他 那些東西都會搞到整個晚上都不能睡 早上上班都會有問題 那麼這個中耳炎 或者急性耳炎 這些問題 袁先生 我們可以怎樣幫聽眾去處理一下 這些所謂急性的中耳炎 其實是一個寶寶仔成 即是常見的毛病 在外國人小朋友比較多些 有些人解釋就是因為耳道和骨的構造 可能有些不同的 所以在外國就多發展 但香港也一樣有 成因可能就是因為雙風的初期 但是也有一個最多的原因就是食物敏感 因為你會發現這些中耳炎 就是有些寶寶仔是重複出現的 是 他們通常如果你看一般的傳統的 所謂流行的西醫 他就用抗生素 再不行就鎖個洞仔 將耳朵鎖個洞仔 將耳朵鎖個洞 放一些液體出來 但問題是雖然是這樣 他都經常有重複出現的 所以原因就是因為他是食物敏感 OK 比如呢 最容易食物敏感的食物呢 就是牛奶 很容易導致上腹部系統的黏膜發炎 黏膜分泌增加 就慢慢塞住耳朵和咽喉 因此中耳的壓力就會上升 迫著耳膜導致痛楚 也有些人喜歡吃糖果 糖分那些東西 還有食物很多的化學色素 都會令整體的身體免疫能力降低 那麼中耳年就容易出現的 嗯 如果出現到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成因 在你的臨床上面呢 可以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家長呢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很強調呢 如果家裡懂得去用一個療劑 簡單療劑 在所謂開門口 是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會很容易搞定 因為很多時候 身份子的中醫院 是半夜開始的 是 一般的診所都關門的 不開的 動不動入急症室 醫院都這麼危險的地方 盡量都是自己搞定 好了 在和療法自然的急症的醫院裡面 其實有幾個療劑 不是太多的 已經足夠可以處理到 第一個首選的就是白頭翁 白頭翁 英文叫做Pulse Teller 通常都可以用三十絲分能 通常這個療劑適合一些生粉仔 不得耳朵好像膩膩一樣 鼻蓋留下鼻涕 黃黃綠綠的鼻涕是黏黏的 當然生粉仔就會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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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黏身 但又不肯喝水 不口渴 這些黃色和黃綠色的分別物 慢慢地是黏稠的 但沒有氣味的 記住 這個是主要的陣形 黏黏的分別物 但沒有氣味 黃黃綠綠的 或者間歇性出現 突然間又消失的劇痛 通常是黃昏出現 或持續成晚 黃昏就開始了 整晚就這樣 震發地慢慢加劇 到了別人 痛苦呢 反而就可以忍受 暫時消失 白頭翁其實是一個麻疹 經常用的療劑 很多時候可能是因為有麻疹 但發不出來 然後就出現腦後面 或者耳朵後面的特別痛得很厲害 有這些分泌 有時候當然 如果耳濕濕就會影響聽覺 當然發燒的沈蚊子的時候 他的脈搏都會急速 即是白頭翁是我們的手术療劑 因為這個症狀是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沈蚊仔 急性的中醫炎就會出現 好了 第二個療劑就是癫茄 英文叫Beladonna 30C 如果有些人對這個植物有認識 Beladonna是有毒性的 但問題是Beladonna本身 在同療法的稀釋之下 根本就沒有毒性 好了 Beladonna的癫茄 是中醫炎突然之間發出的爆炸性 發高燒 整個面有乾有紅 多數是右邊差一點 發狀的時候就復復聲 那種的劇動 眼睛就呆呆滋滋 分泌物稀薄 和很熱的 流出的東西很熱 有時候精神仿仿佛 亂說話 燒到是神分千元 好了 這就是癫茄的症狀 另外一種就是陽金谷 陽金谷 我們英文叫做Camomile Camomile 30C 通常呢 陽金谷的症狀 小朋友呢 可能當他出牙齒 同時就出現耳朵又發炎 又痛 他人是很煩躁的 很敏鎮的 很挑剔的 叫什麼 給他又不要 總之是很難處理 很呱呱叫的 還有呢 是不斷地動動 你不斷地在身邊 要安慰他 但是呢 都沒有辦法 是減低他的痛楚的 那麼 陽金谷呢 就不想被人欺負的 你不要碰他的耳朵 你碰到他痛到死的 還有呢 是痛到呢 即是難以忍受 你見到陽金谷的小朋友呢 他發病的時候呢 發了問診 你呢 你真是想刮他 是 刮他 即是開又不是 不開又不是 是 這個就是陽金谷的症狀 另外一隻呢 就是流化鈣 HipperSulf H-E-P-A-R S-U-L-P-H HipperSulf 30C 這個流化鈣這個症狀 通常呢 痛是痛得很厲害的 很敏感的 痛的時候呢 就是很抗拒 人家觸碰他的 人家觸碰他的 輕輕觸碰都不行的了 是 亦都是煩躁不安 痛到呱呱叫 尖叫 亦都不斷地在這裏 嘲緣巴閉 希望呢 立刻要方法止痛 不能夠再忍受任何的痛楚 人家變得很焦躁 狂暴 還有呢 這裏呢 是充滿黏黏的濃液 有些濃泡爆出來 嗯 白頭翁呢 是有分秘密 但不是濃的 是 即是很淡的 淡黃黃綠綠的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呢 另外一隻呢 就叫做烏頭 Aconi 烏頭父子 烏頭 烏頭通常是怎樣出現的病人呢 就是因為受了冬風一吹 天理 冬天了 突然之間吹冷了之後呢 就突然之間出現 那個痛呢 就是很痛 突發 還有發高燒的 烏頭的發病是很快的 即是突然之間 好地地 嘩 高燒起來 那樣 通常是晚上一叉 看回外熱呢 又紅又盛 又熱又盛 那通常烏頭呢 就在那個發病 二十四肖之內 即是一出現呢 立即溶 效果就更加好的 要不然呢 可能症型會變了 那你就要用其他療劑的了 OK 如果採用這些同類療法呢 他們那些 即是父母或者服用的方法 是怎樣的呢 即是譬如這些突發性 這些急性的問題的時候呢 通常呢 我們同類療劑 要是水劑 要是糖粒 是吧 通常呢 我們用法呢 就是 如果是急刺的問題呢 你可以密密用的 是 甚至半個小時一次 嗯 一直到它 那個痛處減輕呢 慢慢減到一個到三個小時一次 直到完全不痛了 那你就不用了 是 如果你這樣吃了它 一兩三劑之後呢 完全沒有痛呢 或者完全沒有幫助 就是這樣 即是你吃了 咦 沒有什麼幫助 兩三劑之後呢 都是這樣呢 其實你的療劑是選錯了 嗯 你重新再選一個另一個 試一個另一個療劑 直到呢 能夠減到有效 減痛為止 那我剛才所說的 丹茄啦 楊金谷啦 柳化鈣呢 和烏頭呢 在這四個裡面呢 我相信呢 百分之八十的情況呢 都解決到 嗯 但你都需要找一隻對 是是是 譬如好像剛才醫生解釋 譬如好像說 楊金谷和柳化鈣那些的時候呢 就是都是說那些病發者 都是比較好敏感 被人摸的 是的 那就是大家的療劑上面 都有點相同的時候 那所以呢 那個聽眾如果真的說 需要用到的時候呢 就可能先試了一隻 好像剛才醫生說的 每個半個小時試一隻 這樣試一次這樣 可能試到有兩三次的時候呢 那個那個病患者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改善的時候呢 那就是說呢 未必對的療劑 就是選得不對 是的 那我們可能就要採用另外一隻 或者再 或者有時候的時候 再看清楚那個那個的陣型 是些什麼 然後選得對的 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內服的療劑 那有時候有些時候就 可不可以還有其他方法 可以幫到這個作用呢 萬一 那就是你家裡手上 不要具備這些家庭上的療劑 那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那在自然醫療裡面 其實有很多其他工具的 是 譬如我用一種油 叫做無銳油 叫做無銳油 是 就是先做暖的 用一些暖水 或燉一下 就是這樣 再液一下 那這樣 然後呢 用些油呢 就是 整熱了之後呢 慢慢地倒進那個 擠進那個耳道那裡 嗯嗯 再痛的時候呢 就再擠幾滴 就是熱的無銳油 OK 可以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是 那這些 這個無銳油呢 在我們的陸蔵義健康店都有 是 很多時候都會用的 是 那另外一種呢 我就用那個 那個 那個雙氧水 是吧 那一般的市面 都是叫做3%的濃度 那市面用的呢 就被你外用的 那 那3%呢 就直接滴下去 5滴10滴啊 那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可以很有效的方法 都是一個消毒殺菌的形式 曾經有位 有些資料呢 是一個 外國有位醫生呢 他發覺呢 他說 如果你一想作病 作傷風 立刻用雙氧水滴到耳朵那裡 即時令到你傷風都沒有 嗯 那這個大家可以記住 是 那 除了這個 我們有時候用一些 養份的滴劑 Oxyrich Oxydrop 那些健康店都有些工具 是的 沒錯 那用這些養份的療劑呢 亦都可以幫助 直接滴下去那個耳朵 好了 萬一 這些東西全部都沒有 是的 那 那 有我們經常看著醫療呢 強調呢 家庭醫學 廚房的醫療 嗯 那廚房的醫療 那廚房有些什麼工具可用呢 洋蔥 或者薑 可以磨了 用後呢 就塞進耳朵 這是一個方法 那 另外一種呢 就是把洋蔥呢 切了一片 嗯 用烤爐去康輕它 將它暖那邊呢 就塞進耳朵 OK 那這個呢 就方便你 就是不用 那些磨了 那些容實的耳朵 慢慢塞出來 是 那這個就簡單很多的 那也都 有些呢 就直接呢 就用一粒蒜呢 就是整熱了一粒蒜 一粒蒜頭 焗熱了之後呢 是 就直接塞進耳朵裡 那裡 就是用那些洋蔥啊 薑啊 蒜頭那些呢 就加熱了去這樣 是 減輕它那個痛楚 是 因為這幾種的食物呢 都很高那個殺菌的作用 是 那暖都可以的 有些人呢 簡單一點 用熱燈泡 焦耳朵 噢 那今時今日呢 香港很少燈泡的那些 是 如果油呢 就直接去焦耳朵 好了 那還有一些人呢 就譬如有些草茶 用那個羊菊 羊菊 Camomile 金森花 Marygold Marygold 或者檸檬香蜂草 Lemon Balm 這些香草呢 就可以直接去沖 沖洗耳朵 是 袁先生 我們剛才介紹過 好像廚房裡面用的洋蔥 薑 蒜頭 或者一些西草茶 都可以幫到這個中耳鹽 這個處理的問題呢 其實還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呢 可以都幫到這個問題呢 在西方的治療醫療裡面 也有一種的醫療方法叫做組織鹽 Tissue Stock Tissue Stock很簡單 12隻而已 不知道幫我療化成千多隻 是 複雜很多的 好了 組織鹽呢 如何應用這個租燃鹽呢 第一 譬如這個很凍化鹽的時候 第一首旋是鱗酸鐵 Ferent Force Ferent Force 可以這樣說 是燒鹽 簡單來說 是急救燒鹽的 Ferent Force 有時候加上就是 Maknesium Force 就是鱗酸鎂 OK 鱗酸鎂痛症 痛症 痛症 用熱呼舒服 就是這樣的症狀 痛症 痛症 用熱呼舒服 接著就是植 Silica 植可以幫你的黏液和濃液流暢 這是第一 一組 可以三種都加起來 一起用 第二個就是 綠化鈣 綠化鈣 通常的植形 你看到荔胎是有些白白的 是 白白的 就是流出來的東西 可能都是白白的 還有一種 就是當你的分別物 開始帶黃黃綠綠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那個 硫酸鈣 Calcium sulfate 硫酸鈣 通常這些 纖綠炎 通常那個分量只有6X 食量都是這樣 例如他吃幾粒 4粒 5粒 沒所謂 很小粒 每半個小時吃一次都可以 一邊好一邊好 就一邊把伏量慢慢減低 這些是一個非常之簡單易用的 非常之有效 安全有效的工具 很多我們的大康治療健康中心 很多病人都已經 家裡都避免這些 沒錯 剛才余醫生介紹了 我們聽下去 作為家長 有時候都不了解的時候 聽下去好像一個 很嚴重很猛烈的 急性耳炎的方法 其實在自然醫療 在同類療法裡面 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已經可以幫到這個症狀 剛剛余醫生跟我們分享了 如何處理 因為聽起來好像對於父母來說 一個很嚴重的急性耳炎 那些問題 小朋友如何幫助 其實在自然醫療方面 是很簡單的 剛才提到 可以有同類療劑 或者是一些 12種組織炎 Tissue shot的方法 甚至乎在我們家庭裡 廚房用的食物 洋蔥、薑、蒜頭 這些都可以幫助 所以其實在一些很多時候 在我們遇到的問題上 自己都可以用了一些 很有效的方法 接下來 余醫生 我知道你已經 其實在四、五年前 已經成立了 亞洲同類療法學院 這幾年不斷在教授 同類療法的課程 給很多的一般市民去學用 令到可以出現了一些問題 自己都可以 我知道 接下來七月份 你就會教授 剛才提到的 組織炎 Tissue shot的12種課程 還有九月份 就會再開班 教授同類療法的課程 在2019年7月和9月的時候 如果大家聽眾 想了解多些的時候 可以直接上回 我們亞洲同類療法學院的網址 就是 三個W.AHI.COM.HK 就可以留意正確上課的日期 就是 Asia Homeopathic Institute 這三個 就是 三個W.AHI.COM.HK 因為我們課程座位 都很有限 大家可以 留意著 報名的日期 和上課的日期 去參加這個課程 就可以為你的家人 和你的家人 永遠都可以 隨時有一個家庭醫生 在身邊 不需要擔心 隨時發生了什麼問題 而感到很彷徨 好像無助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袁醫生 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三個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可以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